台中一間古董藝品拍賣公司 已經經營有二十多年 每一季都會舉行拍賣會 在中部社交圈可以說頗有名氣 小夢如今傳出來說 張姓女董事長 以及她擔任執行長的黃姓丈夫 連夜居然是將民眾委託拍賣 總價值超過十億元的文物 還有珠寶手勢通通搬空潛逃 近百位受害者如今已經報案 組成了自救會 準備要走司法途徑 討回公道 夫妻倆在拍賣會場 跟民眾合照 連藝人王孟玲也在一旁 每一場拍賣規模都很盛大 沒想到這間國際拍賣公司 居然一世間捐款潛逃 實際來到位在台中的店面 門口地上留下一堆藝品空盒 但是大門深鎖早就人去樓空 不少受害者找上門 才知道自己委託拍賣的東西 通通都被連夜搬走 而且完全聯繫不上 張姓董事長還有他擔任 執行長的黃姓丈夫 對 有的知道的是 有的是祭棒古董的 然後有的就是 看起來像錢莊吧 這間拍賣公司 已經經營二十多年 是中部規模最大的 網站上有著各種文物的資料 依照慣例每季都會舉辦拍賣會 但是原定四月舉辦的春季拍賣會 對外宣稱因為疫情延後 跟著兩人七月就突然人間蒸發 民眾支出脫售的部分是以 古董的花瓶 花瓶為居多 大約十一件 那價值超過千萬 光一個受害者脫售的商品價值 就超過千萬 全台估計有近百名受害者 總價值恐怕超過十億的古董文物 都被連夜搬走 受害者目前除了報案 也組成了自救會 準備要透過司法途徑 討回公道 記者林博從方品文台中報導 記者林博從方品文台中